凌晨三点 突然失去了平衡 摔在了地上 看这小表情是真的投入呀 完全是处在忘我的境界 所以才会摔倒吧 小米粒坚强的爬了起来 继续哈 不过更有趣的是下一幕 小米粒直接仰着头摔了下去 视频里是瞬间传来大家的惊呼声 米粒马上被抱了起来 还好毯子应该是柔软的 米粒也并没有哭 和哥哥在一起玩的米粒 开心得根本停不下来 爬来爬去的 十分活泼 米粒和哥哥一样很爱跳舞 双手合十 在空气中继续乱舞 后来终于了米粒 安静下来了的原因是 一阵狂欢之后 脚受伤了 还不怎么会说话的米粒 用着非常稚嫩的声音说脚 脚 然后哥哥也很关心的走过来给妹妹呼呼 米粒还爬了下来 敲起脚 找哥哥求安慰 米粒的皮肤真的好白好嫩 一定很柔软 相比于小时候 米粒真是越来越好看了 起码眼睛变大了好多 不像婴儿时期那么小 那么肿了 肉肚肚的脸颊也十分可爱 看的人很想捏 哈利小心翼翼的给你力摸摸又呼呼的 真是太贴心了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哥哥 其实 伊能静为这个视频还配了一段很长的文字 虽然图文并不相关 伊能静对儿子说 你爸爸才是真正专注有才的人 数到流行音乐史 一定会有他 起初周周还以为 你爸爸是指情号呢 但情号不搞音乐 离婚了还这样在儿子面前大赞 全夫优秀 伊能静真的很大方啊 虽然重新组成了家庭 但是哈林也只管情号叫秦叔叔 不过想想也是 毕竟哈林都已经这么大了 网友们纷纷大赞 伊能静做得和好 即使和前夫离婚 也是说爸爸的好 而不是各种吐槽 这样的孩子教育出来 肯定是心里非常健康 非常阳光的 所以 个人觉得伊能静在教育孩子方面 真的很有一套 小米粒 两岁都没到 又已经上了幼儿园 是个聪明的孩子 幼儿有女 伊能静这人生也堪称是完美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